每当我仰头看向浩渺无垠的深空,总是在想一个问题,躲在宇宙深处的百星人怎么还不来地球,来地球看看打个招呼吗? 舍得总是有人还在想到底有没有百星一人,其实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,就会有自己的答案。 宇宙很大,大到你根本无法想象,而人类现在对宇宙的了解,真的是九牛一毛? 好,就地球而言,诞生至今约46亿年,而我们人类是近200万年才出现的,人类能创造文明,更是近5万年才开始的。 各近发展也是近200年的事,我们人类从出现发展到今天用的时间对于正来说只是一瞬间,而人类到现在就连我们生活的地球还没有研究透, 对地球的了解也只限于地面之上,对海底世界,地底世界,那就一无所知了。 而地球在我们之前的这几十亿年,有没有出现过智慧生命呢? 海底会不会还有一个文明存在呢? 比如是洛比亚克兰比斯,地形世界也真的只是电影吗? 日洲的边际还有找到,像地球这一样是和生命出现的星球,肯定有很多很多。 现在再来回想一下有没有外星人,我想你心中肯定有了自己的答案。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,人类从出现在发展到,现在才用了二百万年,现在连一级文明还没有达到。 那么那些外星人,用了多长时间去发展科技呢? 现在是几级文明呢? 反正肯定是比地球文明高。 只要能来地球到外星文明,最少也是三级文明。 三级文明对于我们现在的地球来说,就是无所不能的神。 地球文明现在准确的来说是0.73级,科学家预测,未来二百年内可以达到一级文明。 那么一级文明能做到什么呢? 达到一级文明的时候,人类在地球上,就不会因为任何自然灾害而毁灭。 而且是彻底了解地球,并可以掌握地球上的一切自然力量。 简单来说就是在地球上是无所不能的,是真正地球上的神。 但是也只限于在我们自己的星球上,因为达到二级文明的标志,就是把这个能力扩展到所在星球之外。 这是合成的宇宙照片。 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一个星系,在人类达到二级文明的时候,这个能力会扩大到整个太阳系。 我们能在太阳系中的星球之间热力穿梭,可以在星系中的热力星球上,生活就跟在地球上生活一样。 而且到那个时候能源问题也得到了解决,因为我们可以百分之一百地使用太阳能。 有了太阳能是近乎无限的存在,而我们本身也会成为不朽的存在,几乎是无法被毁灭的。 至少现在人类掌握或者知道的任何手段都不能摧毁二级文明。 其实这些对于二级文明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。 二级文明的另一个标志就是文明的高速发展,将一切都成为可能。 这是我们的银河系,太阳系就在标的那里。 至于三级文明到底是什么样,现在的我们就无法想象了。 但是我们可以来猜测一下,经过二级文明的高速发展,三级文明对宇宙,对时间,空间都会有了彻底的认知。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实体存在,而是意义意识形态存在,可以变成任意实体。 宇宙穿梭也只是一面之间,可以跳出我们现在的宇宙,看看外面到底是什么。 当外星人等级达到一定程度以后,就算来到我们地球,只要对方不想我们知道,人类是不可能知道外星人来到地球的。 电影《黑羽人》系列就描述了这个事情,外星人来到了地球生活,但是必须按照我们地球的规矩来,不精华的就丢出去。 当然这只是在拍电影,人类发展的时间还是太短了,真的有外星来客,也不会像电影里那一样,希望不要像电影中的那些大反派一样就行了。 人类文明在地球上发展到今天也是幸运的,地球没有给人类带来大的次然灾害,宇宙中也没有什么无速之客。 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,200年内进入一级文明,2000年之后应该能达到或者接近二级文明的程度。 在进入高级文明之前,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,反而是我们地球本身的环境,希望地球环境不要在人类突破地球冲向宇宙之前变得不能居住。 为了人类更好的未来,让我们共同爱护环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